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川姐频道 这株长寿花是一个脑汁 我把它修剪成了一个棒棒球的形状 这是第一次开花 但是它这次开花 还没有完全达到我的理想状态 但是这个问题不大 我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下一次让它们发出更多的花芽 这长寿花修剪棒棒球 一定要选那种杆状比较粗 而且比较高的分枝 把它下面长出来的这些多余的叶子都要去掉 我这样的护理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 不断的去除下面发出来的新芽 新叶 然后慢慢的让它上面的叶子 萌成一个棒棒球的形状 所以对它作为棒棒球的形状的造型是完全可行的 如果在开花的数量上更丰满 那效果就更好了 那这一个应该还是能够做到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颗 这颗当时我也想把它做成棒棒球 但是它有两个比较粗的花干 没有舍得把那个粗的剪掉 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但是长寿花在它的护理上 一定要让它下面通风 要把下面挡住它的一些大的叶子 哪怕它还没有脑 没有枯黄 也要给它剪掉 这样它下面的土壤和它的植物的通透性 就比较好有利于它们健康生长 长寿花的叶子是不稠的 它们能长很多的叶子 所以剪掉一些叶子光合作用一点不受影响 这一颗两颗合在一起 它的开花就比较丰满 观赏一下它们开花的美丽瞬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